欢迎收听蜜蜜之音 我是大迷 而且也是很难得可以被叫出本名的大迷 那本名在这里就不多做宣传 因为太难记了 可是能够叫出我本名的就是一个叫阿强的人 我如果本来的名字就像他叫做阿强的话 我想我也不会取了一个另外一个绰号叫大迷 乱七八糟啰嗦了一个开场白 真的是很无聊 就是因为心情太放松了 今天故事车环岛到了的地点是桃园县龙潭 我猜猜看能不能讲对哦 龙潭 我看到了龙潭区永福路 其实就是很知名的三坑 老街 老街 三坑老街这个地方 一个很有磁性的声音出现了 他就是阿强 这样有人形容过你的声音很有磁性吗 谢谢谢谢 阿强是在三坑老街就是这个老地方 老街当然是老地方 是算是老农村了啦 你务农十年了 然后阿强我能够来有讯息来拜访阿强是因为轻松大哥介绍之外 阿强做了一件很之前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和鸭米对不对 你的你曾经做过和鸭米会用曾经其实我也是今天跟你碰了面才知道 什么和鸭米已经是成为过去式了 刚刚聊了一些为什么会是过去式的原因 那如果阿强如果有人像我一样哦 本来只是听说啊在三坑有个叫阿强的做和鸭米 然后就暗图索记到了这里找你 结果结果说哎 和鸭米呢你会怎么告诉他 如果说今天的就是日后 只能说曾经吗 因为你越做大概会发现他的优点阿还有一些困难的地方和鸭米当然不是不可以做 那在很多客观环境条件要非常的考虑周详 尤其你的田阿跟你的住家最好是有相当的连结性 你就住在你的住家就在田旁边的话 好然后你的生活啊跟这些这些家庭之类的 有连结有养鸡养鸭甚至说你会去收一些厨鱼之类的 那其实来做这一个应该也是蛮不错的 嗯那听起来就是你后来遭遇到的情况是这些能够配合的环境 比较不允许了 诶对因为狗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办法克服 我听到你说狗狗一出现然后把你明明就围起来的整片田 然后鸭子几十只瞬间吃咬到只剩下一只 对啊对 这是乡下地方乡下地方有狗实在是很正常的事情啦 可是没有想过他他竟然会是对和鸭米这么大威胁 一般人养狗如果有绑起来就还好 嗯可是乡下的狗大部分都还是随便他跑那当然野狗居大多数啦 嗯加的还是少 嗯对啊 所以和鸭米的天敌就是狗是这样吗 没错没错 哦是啊 狗的问题一定要克服 嗯 地理环境要能够要能够克服这个问题啦 那那为什么你当时有那个念头想要试和鸭米 你那时候其实是不没有想到狗是这么严重的问题 哎对有人提醒过可是那时候我也没有想到在那么偏远的田会有一群狗会跑过去啊 嗯对啊 然后当然养和鸭米首要目标就是福寿罗嘛 对啊福寿罗这个问题 让鸭子吃福寿罗 对对对对 他确实也达到了这个效果非常好 嗯 嘿那可是那也是刚开始养的感觉啦 那后来越养后来的感觉是养鸭的和鸭米的甜太干净了 嗯 真的太干净就是会什么虫也都被他吃掉 哦 所以鸭子什么都吃嘛 嗯 什么虫都吃 其实有些人看来还是不太习惯 我自己后来看了也不太习惯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看鸭子都吃觉得不习惯 诶其实田里该有的一些生物也都不会有 哦 也不会有 你讲青蛙来讲的话鸭子遇到也是 对啊 亲 原来鸭子的食物这么不挑啊 他什么都吃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 不过他确实能够解决福寿罗的问题 那在和鸭米甚至有人会提到说 什么中日在在搅那个水啊会比较混浊啊 所以那个杂草的部分也能够出 那这一方面我是持保留态度 哦 几乎没有杂草他他不吃 帮不上忙 帮不上忙 哦 那整个整个说起来他最后的那个收成的效益 在你当时还还能够尝试几年和鸭米的那个期间 经济效益是如何啊 这是苦笑吗 就是增加田边的风景 啊 就只是这样 哦 风景无价是吧 甚至有人讲说他可以下肥有没有 其实没有了 他太闲了 什么是什么下肥 他不是一直放 哦 哦排泄 对排泄的那些 对对对对 你说那也帮不上忙 那个没有用 也没有用 肥料就是肥料 那个没有发酵的那种 便便就是便便 嗯 不能画上等号 那好 那如果说到了 直接那个生产的终点线是 收成的稻米来讲 吃起来呢 跟一般稻米 你自己 这个不会有太大差别 哇你完全在打自己品牌哦 就走过那一趟路之后自己完全知道 没什么差别 不会不会有什么差别 我至少我没有这种感觉啦 嗯 不过那一段时间我种的那米 它本身也是台梗14哦 嗯 那后来我 后来我就几乎把这个 这个品种放弃掉 对 它根本是不是不是我满意的米 嗯 这样子 嗯 你说跟和鸭一起的 不一定是跟和鸭啦 就是我自己种米来讲 你后来你也会考虑到 你想种什么品种 而且 尤其主力是自己吃的话 送朋友的话 哈哈哈哈 主力 听起来是要默默掉眼泪 只是自己吃跟送朋友 天哪 哎呀 这个真的真的真的 这是务农的 现在目前给自己定调 就是这样子 没有太多野心了 对啊对啊 不要有那些压力 会很快乐的做 哈哈哈哈 哦 天 呃 在这里如果说 每天用都市人的眼光来看 当然就住乡下 风景好 空气好什么的 以为说那就 那就种种到 好像当成娱乐 可是你不是嘛 你是务农世家 对不对 那也 也是被 嗯 要怎么讲 对啦 没有说像世袭一样嘛 当你女有一块地 甚至你不种 还会被骂说 哇 那 整个就让他慌掉啊 不好 这是会被念的 嗯 对啊 那你又能够找到一些兴趣来玩 收获季到了 超样季到了 甚至带家人到田里去 嗯 这些都 很不错啊 尤其又还有小孩的家庭 嗯 对 你现在是 对啊 不只是农夫还是超级奶爸 哈哈哈哈 所以孩子已经慢慢让你带大了 真的很厉害 对啊对啊 不过你刚刚形容的那个很完美的画面 我刚刚都已经确实都已经证明了 已经不存在了 因为你说带小孩夏天 明明你的田又在活椅的重灾区 是啊是啊 我们一边访谈的时候呢 还可以听到哺哺摩托车经过 所以可见我们真的就在一个乡村 很自然的场地录音 你这个活椅的问题 原来这里是当时龙潭三坑国小 对对对 活椅的类似发源地的地方 对对 它是从那里繁衍出来 就是传染出去 传播出去 对对 这个新闻已经觉得是 很历史性的记忆了 可是我没有想到 今天到了重灾区 阿强你说 他们是超级 就是超强的族群 就一直都还存在着的 没有错 一开始 看他们房治的那些小组人员过来 农委会甚至还有派人来 那时候大家在看的时候 我记得那一开始真的 我觉得他们的雄心大致好像真的是要把它扑灭 这么多年下来不可能 真的是不可能 真的能够尽量降低它的密度 不要走两步就踢到一个窝 那换成走二十步踢到一个窝的话就很满意了 刚刚可是不小心走三五步就看到一个窝 所以赶紧要离得很远 所以你现在等于是都还是出没在火椅的区域 然后这样子在务农 你已经不怕被钉了是吗 当然怕啊 可是已经知道不会去惹它了 一开始真的觉得很那个就去动它一下 那真的是替自己找麻烦 现在就是散它 而且火椅会不会影响了那个稻座的收成 稻座还好 汉座就真的听说过 水稻还好 对对对 连稻子都咬 如果是汉座的话 稻子是水座的 稻子是水 如果是汉座的一些 尤其像那种 有藤类的那种的 它如果头被咬了 那上面再怎么样就发不起来 根基 那个确实 对对 那个确实会有影响 我也听过一些农友有提到这种问题 不过好像真的就把它当老鼠了 到处乱咬 在你说的你的田区 刚刚我们刚好也去看了 它除了是在火椅的种灾区 正中心 我们所谓正央好了 灾区正中心 除了这个之外 你刚刚说种田好处啊 就是 如果不种的话 对长辈这种世袭也有压力 人家觉得你怎么可以不种 可是问题你是种了 但你采的是友善耕作 你草很多 你还是被骂好不好 少在那边 所以这样子不同的骂法 你觉得还是 你还是做啊 但同样是被骂 没有啦 其实 就是当做自己的贪生怕死 什么意思啊 我不知道 其实大家对冠行农 也不要 我觉得有些人的观念 好像对冠行农 会有一种敌意 觉得他干嘛要撒药 其实 以我自己的立场 我是佩服他们 当然可以少撒一点啊 其实对他们也是好处 他们为什么要撒 是完全是因为市场需求 市场需求 尤其稻米产业的话 你种不出那个量 整年都是白搞的 真的是这样 他一定要超过一个量 后面的收成才是自己的 对啊 那这种市场需求 那当然其他的作物来讲 他没有那种 我们讲卖相好了 对啊 我们就先了扪心自问 自己到市场去买菜的时候 对不对 一个长得那个 其貌不扬 小不踪踪的 那你会买吗 就我们就回归到说 我自己种米一样 其实我米刚开始销售 传回来的第一个消息 你怎么那么小 太小力了 很小 营养不良的样子 是不是 没错啊 没错啊 你不去注重那一些 该有的SOP 该人家该撒药 该干嘛 你都没有做 你又想要跟人家比 说我都要比你漂亮 我都要比你好吃 不要这个 有点圆木秋鱼 不可能 所以其实你说 友善跟做 友善跟做 还是自己感觉舒服就好 你真的要推出市场 你会遇到很多问题 那当然有些人 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其实偶尔你也会看到 有一些说 我这个是什么什么食物啊 我们自己做过的人 会看一看就笑一笑 那好可怜 那好可怜 但你干嘛要说那么重的话 说贪生怕死 就指的是 其实撒药 尤其也不满说 我也撒过三本啊 就是当刚开始接手家里的农 就是农事的时候 那你遇到那些福寿罗 你真的你今天插秧第二天就没 就当作你没插秧耶 你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 看过照片 对啊 你今天插完秧第二天去 而且我昨天不是插过了吗 被吃光了 对啊对啊 一个晚上而已哦 你不理她的话 所以你就下重手 所以你说 你撒什么鸭 我也来跟她撒 对啊 那个药真的很毒 自己完全不会想要去碰 那对啊 那何必呢 那想想反正也没有什么经济价值啊 干嘛 种好玩就好了 所以就整个都丢掉 不要去玩那个东西 所以还是宁可 真的是贪生怕 真的很怕哦 然后种了就 能够有个量自己能够安心健康的吃 也就满足了 当然了当然了 还能送送朋友当成最珍贵的礼物 那就更额外的收获了是吧 当然了 但问题你要养家耶 这位奶爸 哈哈哈哈 你 坚持十年了 就是这样子的 还好啦 这个农业 要怎么说啦 你如果 其实说真的 你如果照惯性的那方法去做 嗯 你能不能养家活口 也是一个问题的 真的也是一个问题的 嗯 所以你撇开那一边就 轻松很多了 嗯 对啊 但 但我 刚刚我们在闲聊的时候 其实你也觉得 你你觉得说这个难 即使是惯性也难 是你觉得台湾的米已经过剩的问题 你在这一个 这算是一个大农村吗 还是小农村 这里算小农村 小农村哦 你从这里 然后你的生活十年都在这里 你你是不是也 对于整个农业 产业的 的关系 你自己也是有 有很多忧心哦 不然 你对于大环境的看法 已经 我已经觉得 似乎 我倒是比较 能够这么深入的了解到原来 呃 我们即使有这么多人做友善工作 呃 我们也很想要多多 呼吁大家 诶 既然要工作就友善工作嘛 可是 今天听到阿强的声音是 啊 好像 其实事情真的没有那么美好 大家要有信心 你少来 你也不是那种纯心要给信心 你就告诉我们现实吧 你看到的问题 我看到的问题 嗯 嗯 嗯 友善 要主宰市场 是不可能的 那你对环境的好 那旁边有各种附加的价值了 那 如果说 你的朋友啊 你的那些 甚至于说你的农友啊 对啊 我觉得这都是附加的价值啊 你是 因为你在玩这个东西 那你就认识了很多朋友 嗯 对啊 那他们也是做这样子的 那不要讲说啊 什么价值之类的啊 我们就 大家互相这样交流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啊 嗯哼 那当我一开始提到说 因为家里有小孩的关系 他们有这个小小的 可以回忆的童年 那也很好啊 嗯 对啊 甚至其实 像有一个观念CSA CSI 不是 CSI是那个电视 CSA是真正不是吗 不是不是不是 CSA 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是不是 对对对 那有人是比较 咦 我上次有遇到一个朋友 他说是CSF 这样 后面他把Agricaccio改成Farmer 嗯哼哼哼哼 他说社区型支持的农业 其实 我觉得如果说 有能够执政的 有权力的 有能够主导性的 政府 如果能够来开发这一块 就是社区性 支持的农业 嗯 这个说起来 或许 或许很远啊 就是说一个区块一个区块 那他有他自己的农业 不一定重大 重大我真的觉得太多了 好那你以菜啊 果树啊 各种结合起来 那这个区块 就就变成说 诶 他的有一些付给他一些教育的意义啊 嗯 那一些 就像您开始提的时候 从餐桌上出发 嗯 哦那那种 我我也是蛮向往那种情况的 真的啊 当然啊 就是这附近的人都自己有自己的产品 那我种米吗 你种柿子啊 他种葡萄啊 自给自足啊 对对对 支持在地的 在一个在 在一个区域范围内的 嗯 其实台湾很小 嗯 把化成整个台湾都是 哈哈 哦 是啊 如果说 呃 说是野心吗 但事实上也还好 台湾并不大 很大不大 真的 等我这一趟这样子圈了一圈环岛下来之后 大概我就会自己以为 嗯 有希望的嘛 就 全台湾跑一跑游啊 到处带他这么 这些傻子蛮多的呀 就像阿强 你刚刚还聊到 呃 这个 朋友啊 因为 做友善工作 那 姑且不去想 他的产 呃 他的产量一定要多少 一定要 怎么样的养活一家 至少想让他的富家 周边的这些价值 人际交流 对啊 对啊 那 然后 会认识一些 还没结婚的 农友 然后遇到了米妈 就想要也帮他 就 米妈是那个 是很 很厉害的媒婆 刚刚呢 我们要访谈之前 阿强竟然就 忧国忧名了起来 就开始问 哎呀 那 这个 看看米妈 有没有口袋人选 阿强有个 怎么样 葡萄是不是 种葡萄的有机农婆 黑金 黑金要站出来了 黑金 好啦 刚刚只是那个 那个 稍微八卦一下 你的朋友 也 我也就只是 觉得 好奇说 你像 你自己 家里有妻小 要照顾嘛 夫妻就可以分摊工作 但你还是 忙着可以务农啊 带孩子 但你说 单身果农 当然或许 单身的农民 也是多的 可是他如果 又是做坚持友善的话 然后又跟你一样 只顾着把品质做好 然后卖都不够 顶多自己吃 这个 单身的是比较没有压力 要养家活口的确实 确实压力很重 我们身边也有 也有 那个朋友有一次 我想说一个有趣的事情 请说 他种柿子 我们这一群人在聚会的时候 他很有趣哦 他有三种来源的柿子 品种还是来源 来源 种法 应该讲农法不同 嗯 对 然后有点类似 大家蒙着眼睛来吃看看 这样子 哦 好玩哦 其实真的 即便是我们啊 即便是我们 自己常玩这种的 知道这种的 有时候也是故意说 这个怎么样 应该是这个 是哪一种农法 嗯哼 最后能够选择的 市场性的 其实 都是 拼命要去洗的 拼命撒肥的 真的 这个是很残酷的事实 就是说 以平均来想 当然也有高手 高手他 他可吃得出来 这个他的味道 这个才是 可是他显然他不熟 没有 没有踏回市场的脚步 没有跟随市场 所以他 你说他产量少 那不得已价格要提高 可是他的实位值 又没有办法符合市场 其实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 很困难的东西 你 你现在我讲的意思 你懂不懂 我有一点点不明白 意思是最好吃的 都还是农药的 都还是那一种 对对对对 那你刚刚 就是市场性 接受度最高的 哦 那 因为那还有一些 含水分啊 嗯 那一些问题啦 那那 每一季遇到的问题 又不一样啊 嗯 这一季的台风怎么吹啊 从这个方向吹过来 跟那个方向吹过来 不一样 嗯嗯 所以会有各种问题啦 听起来你有一群朋友 你们喜欢我玩这个 如果像瓶酒就叫盲饮嘛 就梦着眼睛 嗯 和这个哪里 哪里酿的酒啊 这哪一年的啊 你们也喜欢去 对于农产品 去了解 当然 看看自己会不会 上市场的时候 比较不会被骗 嗯 就是 也是从自身的需求 去想而已 所以 我是觉得说 有一群朋友在一起 之间 最难得就是信任啊 那 我告诉你 这一个是有撒农药的 我就会告诉你 这是有撒农药的 啊 这个是没有的 嗯 这个是 甚至参办的 嗯 那有一些东西 你没有农药 就像我跟你讲 那个 当我没有办法 处理那福寿罗 第二天就没有了 我根本种不出来的 那我还告诉你说 这个是没有农药 嗯 会遇到这种问题 嗯 对啊 这一群朋友这样子 其实是很棒的 那是一种心灵的寄托吗 大家互相加油打气吗 哈哈 是互相落企好不好 互相落企 那 呃 家人的话 看他 你说是家里的产业嘛 就得要接着做这个 务农这个 还好啦 其实从我爸下来就 不靠这个了 嗯 嗯 所以 你也可以不靠这个 意思是说 对对对 你随时都有可能 就画下据点吗 据 点 不会吧 什么时候会被逼着画据点 环境再怎么样的变化 会很可能会逼着被画据点 今天晚上不是有26亿吗 那一定换下据点 哎呀 好像机会很小啊 哎你怎么这么说 你应该26亿拿来之后 然后把国小的地买下来 对对对对对 把整个田周边全部买下来 把火椅全部扑灭待见 哈哈哈哈 然后还剩下25亿 是是是是 哈哈哈哈 那我可以分一点吗 哈哈哈哈 认真的啦 有可能遇到什么样的危机 威胁什么的 会是农业无法真的再继续 你的耕作 嗯 目前为止 我是还想不到那种状况啦 当然 当然觉得现在做得很快乐啊 嗯 也不会花太多精神去做 哎还蛮舒服的啊 就这样继续下去 天哪 现在还快乐是不是 哈哈哈哈 你虽然都笑得很好爽 可是我 我听到你 你透露出来的一些讯息 产量啦 销量啊 就顶多就自己吃松松朋友 其实 这些 嗯 就是正视它了 就正 就是很诚实的去面对它了 台湾的这个东西 要跟国外比 人家讲说什么 什么 进口什么的 它的成本真的很低 当你在我 刚开始乌农的时候 也是把稻米交农会嘛 嗯 你知道那一天 我对自己很shock啊 就是你在农会前面排队 我要交米嘛 结果前面排了三 三四台 四十尺的货柜 对啊 那米商竟然去跟农会租仓库 真的啊 租 租仓库啊 放米啊 嗯 对啊 那你要跟他竞争什么 哦 对啊 他们那种越南的 难道 对啊 或者说柬埔寨啊 之类的 他们米商那 很多啦 其实 其实现在是讲说什么 正常标示啊 什么什么 其实都有很多盲点 嗯 你看不到的 你看不到的 所以那是你 唯一的一次去 农会浇米吗 后来就再也不去了吗 没有 后来那时候还真的是 但是有点想说要靠这个来卖 当然你知道遇到的一些问题啊 就会让自己往旁边想了 嗯 让自己压力少一点吧 嗯 对啊 其实现在还靠这个在维生或者说养家的人 真的我很佩服他也大家真的要支持他 嗯 认识他啦 真的是认识说这个人怎么样 嗯 对啊 大部分农民很欢迎我们的啦 很欢迎消费者来看田啊 来干嘛 甚至 其实参与我倒是觉得说来来看 大家聊聊天 有这个空就好 真的要参与 其实能做得少啦 嗯 你是说我跟米妈 就纯粹来逛街的嘛 对不对 就在 而且还这么 热的要命 然后捏手捏脚的 走进田里 然后看到火蚁就火 就到处乱叫乱跳的 我们这种就是 就是一副死观观客的样子 没有没有 根本不能参与 不然你 你真正看过我的田嘛 你会知道吗 那他大概是怎么来的 对啊 那真的 我们讲说历历皆辛苦 其实 也是刚好而已嘛 对 不 不止啦 如果今天聊一聊 那像你的田 你的产量里面 大家觉得 还是对于你的 稻米如果会有一些 有朋友想买的话 你还卖不卖啊 还是有卖吧 我没有量啊 没有量啊 对啊 所以都卖 都差不多啦 这一季的差不多啦 就自己吃 就剩下的 就是自己留着 吃到十一月 等着下一季收割的 对 你真的是 自己自足而已耶 真的是太少了 真的太少了 你看过那种田 你不会 而且自己也很重要 你就不要去 要求他产量的时候 是是是 你就很轻松的看待他 哇 我回去要跟我阿爸讲 说 爸 你要是小时候 那么辛苦的种田 一整年下来 完全没有收入 然后但是 得到的米 就是养活这一家人 而已 那还能撑多久啊 根本 他有额外了 风说你不知道啊 大米 好了 我妈妈是那个 当年跟我爸爸苦过来的 大概现在 现在 以前种多少 我家啊 大概七分 我就我知道 七分哦 七分 不只啊 那个将近一甲 一甲 对 将近一甲 就被那个什么 盖 那个 重化嘛 重化 哦 之后才生 对 重化 重化还有 哎 九分多嘛 然后呢 九分多就是 呃 呃 旁边人家 所以要让他 给他多一点嘛 就分了一点给他 嘿 就 后来还有七八分 七八分 做了 十几年 嗯 我们那边 呃 那个收锅 还不错 对对对 重量不得 还有十二层 还不错 对 那后来没了啦 后来没了 嘿嘿嘿 这个问题哦 在跟亲松上次的聚会 其实有一个人 忘了他名字 我觉得很有趣 他提出一个想法 就是说 我一个人 需要多大的地 嗯 这样 很有趣哦 我一个人 对啊 需要多大的地 就能够生活了 这很有趣 那我们小农之间也会在讨论啊 就是说 如果以重道而言 你真的要养家活口 你需要多大的地 嗯 一般啊 后来是大概讨论 大概两甲半到三甲 嗯 至少的 可是两甲半到三甲 如果 很大啊 对你如果 如果以友善的方法的话 那些人力啊 那真的是 对啊 很忙碌 几乎每天 都要下田 嗯 对啊 对啊 所以你身边要是有朋友 他也对于友善更注 有兴趣 你会阻止他吗 阻止不了啊 哈哈 那个 其实 他自己就会决定 他要干嘛 有很多人来聊天 才问啊 嗯 对啊 我几乎都不会觉得 因为要看他啦 他如果是有那种 叫做 需求 生活上压力的人 嗯 你找他来着 就像那个嘛 飘鸟嘛 其实我们这一群人 也在想说 现在怎么不去追踪 那些飘鸟的人 到底飘到哪里去 飘鸟听得懂吗 不知道哎 啊 农委会的飘鸟计划 嗯 不是叫小农民回家 我只知道飘书 哈哈 飘书 可能是就类似飘书吧 书可以到处借 到处还 哦 不一样是不是 不不一样 鸟是鸟类的鸟吗 飘鸟计划 那时候农委会吧 大概给他们贷款 嗯 鼓励年轻人回乡 嗯 做农呢 务农呢 对那有一个那个计划 哦 对啦 其实要持续追踪啦 那到后来怎么样 还是背了一个屁股在 又又跑掉之类的 哦 其实我 那个真的要 从长记忆 嗯 你要有这个压力 想要那个的话 对那也要持续辅导 不能你今天让他 只是钱给他 对啊 你后续他会遇到太多问题了 太多问题 对啊 你还会 继续种下去就是了啦 我还好啦 我一点点地 你如果追踪 追踪你的话 很好追踪就是了 哈哈哈 阿强谢谢你 我知道你现在说时间差不多 现在下午三点半 要回家带小孩了 对不对 我得放你走 但是我希望还是可以 听到你一个 待会一个小 小秘密 这是另外一个 那个 我希望我可以 凹到你一个小秘密 我们现在先 节目先到这边 谢谢阿强 OK 谢谢 拜拜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